今天大盤在漲28點 盤面上下跌的加速卻超過 1300加 台股到底是吹什麼怪風啊 指數漲 個股卻是跌 現在的行情到底是看多 還是看空呢 今天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另外一般人看技術分析只會看 黃金交叉 其實真正的操盤手都是看什麼 都是看貝里亞 所以今天你會發現很多符合貝里訊號的股票 都逆勢抗跌 甚至還能持續向上 再創新高 當然包含我們的綠界科技南電星星 今天都穩定再創新高 盤面上還有哪些符合貝里訊號的股票呢 今天節目千萬不要錯過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 總金面基本面 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 按讚訂閱加 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頂級超盤手 今天台股上漲了28點 但盤面上下跌的股票卻超過1300架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甚至很多人在今天早上 開盤在下跌的時候 都把自己手上的股票都砍光光 那我認為 其實如果你要砍股票的話 除非你已經真的覺得這個行情 真的就是要走空了 否則我真心的建議大家真的不要 亂砍股票 那你要怎樣確定現在盤面上到底是多 還是空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你不要只看盤面上的一個狀況或你個股的漲跌 你要用放大鏡 你要用放大鏡 仔細的看清楚現在的盤面 現在盤面到底是漲什麼跌什麼 那其實現在盤面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什麼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指數持續的震盪 會怎麼操作要怎麼操作 先題材 後正規 你會發現當我們講完先題材後正規之後 哇 一堆題材股拼命漲 什麼遊戲股啊 線上支付的啊 工業電腦啊 輪流不斷的向上再創新高 那現在漲了題材股之後那個盤已經慢慢熱起來以後啊 又吸引了外資的買盤進場 那外資都買什麼股票 大型全值股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正規軍嘛 正規大型全值股 所以你會發現今天台股啊 下跌的加速有1300加 但是大盤 還是繼續向上漲了28點 所以這樣的行情 真的要這麼悲觀嗎 今天大盤是跌了100點200點 你 沒有啊 今天大盤還是漲啊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的行情就是這樣 因為資金只有一套 資金跑去買大型全值股之後 那個 提財股啊 中小型貴買指數就開始走弱 那等到 資金又從大型股 開始要轉到哪裡去了 轉到 中小型提財股的時候 那時候大型全值股又開始走弱 因為資金你會發現現在 大盤量能不高 台股的量能沒有像以前什麼600億700億那樣子 並不是 所以現在還沒有到一個 百花齊放的一個大多頭的階段 那至於到什麼時候才會到一個 百花齊放的大多頭 我認為台股要突破16000點以上 才能 激勵整體的 就是 多頭的信心 帶動整體股市 持續向上 所以呢 其實從 就是 形態來看 我建議大家你看形態就好了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你投資股票 最重要是形態 只要形態沒有改變 整體的方向就不會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講好多次 講好久了你看 點線面 技術分析點線面 點線面 哪一個是第一優先 形態 再來是什麼 指標在就是日K的強弱 所以整體來看 目前我前一陣子跟大家講 形態沒有改變 只是暫時性的指標跟日K就是短線 短線有點偏弱修正 那我當我講完修正之後台股就從大跌了600點之後一路向上反彈到今天 其實還在創新高 如果你整體的形態來看 說真的台股真的沒有改變你要看大版來我們看大版 之前我在講頭肩底的時候一堆人在講頭肩底 講到現在大家都不相信頭肩底還是我跟你講繼續講頭肩底 來頭肩底現在左肩右肩 頭部 沒有改變 那現在在哪裡 也就說你看現在是突破之後 他在這邊區間震盪 其實這區間震盪 完全符合我們 頭肩底的理論形態 你看這是理論形態 這不是我畫的 這真的不是我畫的 你看 現在台股的位置是不是在這裡 你看 對照一下 是不是在這裡 有沒有 這裡不就這裡就是在一個回測修正這個區間 這個區間在哪裡 來我們之前你仔細再幫大家看的話我跟大家講就是 缺口之上 你看一下 缺口之上 新春開紅盤之後 是不是這個缺口 就是這個缺口 有沒有對照一下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 是不是就是這個缺口 那是不是在這邊震盪震盪的區間就是在這裡 那你要仔細再看的話我今天已經幫大家畫出來了 來 區間就是在這裡 所以大盤只要在這個區間 他就是在哪裡 頭肩底的這個區間 頭肩底 這個區間 有沒有看到 持續的震盪震盪 準備要再創新高 那你說他會不會再創新高 我覺得這是肯定的答案 目前來講多頭的態勢完全沒有改變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 底部 有沒有逐漸向上墊高 趨勢是向上 區間沒有被跌破 再來看KD指標的部分 我們不是說大家找背離嗎 找背離的話你看一下 KD指標 這邊有沒有比前一波 更低 現在KD指標的最低點有沒有比前一波的最低點還要更低 有吧 但是股價 指數有沒有更低 沒有 指數沒有更低 也就是說這裡就是一個背離的巡討 所以這裡 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如果你想買的話你不敢買個股 我那時候也跟大家分享 你好歹也買一個什麼 ETF 所以即使你那時候看我們的 就是接盤 看著我們的訊息 我都有寫 我說 你好歹就買個ETF 所以你如果是買一個ETF 我們觀看0050就好 你看 從這邊也是漲到這邊 你都賺錢了 00878 是不是也賺錢了 從這邊是不是漲到這邊 賺更多 對不對 如果你喜歡波動大一點的 00631L給他衝下去 你看 這邊漲到這邊 是不是相對的位置 這就是我講的 你最悲觀 你很悲觀 不敢買個股 你也買個ETF吧 你買個ETF 現在都賺錢 那其實今天的震盪 我們早上在開盤之前 就完全預測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們早上的盤錢 早上盤錢我就跟大家分享 台股將震盪向上 再創新高 因為美國的科技類股 多頭沒有改變 所以台股會震盪向上再創新高 因為 昨天道琼是有點下跌的 所以整體來講 格局是沒有改變 如果你想要看更詳細的 你直接看我早上這邊寫的內容 就可以我都跟你寫的一清二楚 從總金面到美股到 回推台股今天的狀況 那個股有沒有跟大家講 有啊你去看一下 今天創意四星 微影信華 其實表現都很強 創意四星微影跟信華 但你說這些股票都太貴了怎麼辦 你用相同的概念 你去找一下 創意四星微影信華 為什麼會漲 相同的道理去回推 他們上漲的原因 你去找便宜的股票 他們漲的原因主要都是什麼 人工智慧 還有 他們其實啊 KD指標都已經落底了 所以你就去找人工智慧 KD指標落底的股票 再搭配什麼 基本面 你的勝算就可以大幅的提高 這到底講那麼複雜 到底怎麼做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簡單的 好那所以呢 你看一下今天整體的大盤 盤勢就是這樣 多頭是沒有改變的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我今天早上給我們會員的訊息的話 你會發現更準確 更準啊 你看 我說明天要公佈CPI 股市難免會震盪一下 洗盤一下什麼 我說今天大盤會在15700點附近震盪 今天大盤是不是在15700點附近震盪 完全命中 好 所以呢如果你還沒交我們的會員沒有關係你好歹呀 你先加個 LINE 你先加個LINE我們早上都會有盤錢跟大家分享 我們盤錢包含的美股 大盤 還有個股該如何操作 所以還沒加入的現在就加了吧 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個QR Code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官方LINE 看到之後呢 幫我按加入喔 如果 你想要用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請你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就是官方LINE了 那今天其實台股的一個下跌 1300家 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 除了美國CPI要公佈之外 還有一個 說真的我真的不想說難聽話 就是巴菲特為什麼為什麼你 在今年的情人節跟我們的台積電分手了以後 你還棄而不捨的一直一直一直不斷的重複在講 你不想買台積電的原因你不買就不買別人也會買嘛 對不對 你看他一直在講說 我不喜歡台積電的地點 台積電是一個很好的公司 但是他在台灣因為怕中國打過來 你一直這樣講一直這樣講 但有些外資就開始擔心了 台海 真的會不會發生戰爭 所以你看有美國的議員就在那邊講 講什麼 他說如果說真的要預防就是 中國那邊科技的發展 他要 擔心中國打過來的話 在最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他要把我們的台積電給轟炸掉 你看有美國的眾議員會這樣講 他說什麼 如果你們入侵台灣 我們將炸毀台積電 連這種話都講出來 你就知道 外資啊 有多麼的恐慌 他們很擔心 投資你台灣啊 會不會什麼 台積電 兩岸戰爭 台積電就爆了 台灣就爆了 那我什麼都沒有了 對不對就好像無二戰爭一樣 但我們台灣人你覺得 打嗎 不會吧 之前要打早就圍起來早就打了 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 太在意 巴菲特講的話 說真的巴菲特講的 做的也不見得會對 其實現在巴菲特 投資最成功的 公司是哪一家 其實只有蘋果而已 就只有蘋果而已 台積電也是賣在相對的低點 漲起來你也沒賣掉 那你再看一下 之前巴菲特在買什麼 買西方石油 買西方石油你看到現在也都是賠錢 不是我在說 其實你看西方石油你看 他從去年一路一路在這邊買 我估計他的成本在哪裡 我估計他的成本應該是在這附近 成本在這裡這是他的成本線 這是他的成本線啊平均嘛 對不對 那你看現在是不是跌下來 所以巴菲特也不見得是對的 但是我不是說他全錯 我們還是要尊重他 畢竟 他投資這麼多的 稅數 他在 股票市場上成功 是有物共睹的 但他的成功 不見得是你要的 因為 他一買都報個三五年 只有像 買到台積電 他嚇到地緣政治 趕快賣掉除了這個以外其他都報個股票報很久 比如說像西方石油 也沒有很好 他報到現在嘛 對不對 好所以呢整體來講 今天啊就是被台積電啊 就是被 巴菲特 巴菲特還有外資啊下下下下 他就嚇到 就是 今天造成今天這樣的狀況 那整體的格局並沒有改變 整體的格局我剛跟大家分享過了 今天的台股的部分呢 今天台股多頭形態是沒有改變的 剛剛跟大家講過了嘛 區間震盪 頭肩底格局沒有改變 趨勢持續的向上 那如果你要再看仔細一點的話 月線季線 今天還是站在這上面的喔 還是站在月線季線上面 那今天下跌比較重的就是貴買指數 貴買指數比較跌勢比較雄 但是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在多頭的格局情況之下 類股就是會持續的輪動輪動 今天漲提財股明天漲 就是提那個全子股 就這樣不斷的輪動 你看一下 全子股的部分 紅海持續的向上 連紅海 大牛股都動起來了 你說這是一個空頭走勢嗎 那再看我們持續看好的 星星 南電 ABF載板的部分 星星的話有沒有看到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持續再創新高 今天有受到任何的影響嗎 那再看到我們的南電 南電也是持續再創新高 那你看他們為什麼再創新高 因為第一個嘛 電子類股已經落跌了 產業已經落跌了 技術面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KD指標已經出現什麼 背離的訊號了 你看這一波KD指標最低點是不是在這 那股價在哪裡 股價是不是在這 股價在這裡 那再看到前一波KD指標低點在哪 在這裡 那股價在哪 股價在這 低點有沒有一波比一波更高 那這不就是一個 向上升的趨勢嗎 那其實南電我們一直看好 我們在這邊佈局 然後震盪之後這邊跌下來這邊又加碼 這邊又加碼 對不對 那一波向上 現在全部都賺 那南電我們主要佈局的就是 1000萬以上的大客戶 我們就持續的在買南電這一檔 南電這一檔股票的話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 很值得 大資金進場 去做佈局的股票 因為資金比較大 資金大他要求的是好進好出要有量 好進好出要有量 他穩定向上 漲個18 1000萬就直接是100萬 漲20% 1000萬就是 200萬 所以 資產不一樣 標的當然也會不一樣 如果說資產比較大的當然要買這種大型的 全值股 那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我們說 現在 操作的方式因為大盤是偏多的 所以大盤偏多的話我們的操作就要怎樣 先提財後正規是我們之前講的 先提財 先提財後正規 然後呢 正規軍慢慢等到指數向上的時候 正規軍會更強勢的衝上去 那現在操作難度是比較高 因為你發現現在台股波動蠻大的 你看 紅機 手機有虧轉盈 結果呢那一天股價怎樣 股價大跌 那股價大跌很多人可能出在這邊的最低點 你出在這邊最低點你會發現你可能又砍錯了 好了股票你真的不要太在意他短線的波動 因為 只要整體的格局沒有改變你不需要去動他 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常常看股市看一看 你盤中一直看著一直看著 你覺得我覺得很多人反而因為一直看著而做錯事 比如說你晚上看美股美股大跌你早上就賣台股 對吧 結果你賣了 台股就開低走高 給你看 昨天晚上美股大跌不代表今天台股跟著會大跌吧 除非是全面性的走空 現在沒有全面性的走空啊 現在不是一個空頭啊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說像這種狀況只要 形態沒有改變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比如說 台股 大盤 是頭肩底形態 只要這個頭肩底的形態比如說像看 我們這邊嘛 這個頭肩底的形態只要沒有改變 你不需要去擔心 你不需要去擔心你看 頭肩底的形態 沒有改變只要沒有跌破這邊 這個區間只要沒有被跌破 你不需要去擔心 因為呢 形態沒有改變整體來講 就是多頭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日K跟 日K跟短線上來講是有點震盪 我建議 乾脆先不要看 先不要看 不要看反而不會做錯事 把眼睛閉起來 睡著 對不對 你看一下那個巴菲特的部分 巴菲特其實你看他操盤 他操盤是有沒有電腦 沒有耶 他都是書報紙電視而已 所以其實啊 操盤有的時候你不要看太細微的波動 那重點是什麼 未來的行情 好所以我們投資不要看到未來 你看比亞迪的部分新能源車 對不對 新能源車就是未來啊 因為中國大陸那邊啊 他電動車銷量非常好 那台灣呢 也有要開發什麼 首座的電動巴士的園區 所以車用相關股票 是絕對 值得 長期留意的 所以我們之前才會跟大家講標峰股 那雖然說現在 好像狀況不要沒有那麼好 但是 大家想想看 很多時候同一黨標的喔 可能我操作我是賺錢喔 你操作你賠錢 所以到底怎麼操作 我們都有跟 就是當初我們送的 投資朋友聯絡 如果你沒有跟我們聯絡的話 記得要跟我們聯絡 怎麼操作 我會跟你講仔細 那當然我們持續就用什麼 基本面 技術面 跟題材面 幫大家找出比較強勢的股票 因為我覺得 投資你只看技術面 真的 真的很容易輸錢 你想想看你只用技術面 你勝率可能是3% 不要說3% 高一點 30% 那你加了技術面 至少可以再提升50% 那你這家提材面 是不是可能增加到80%了 我這樣講沒錯吧 而且我們 一步一步的驗證給你看 你看包含我們的車燈奇蹟 我們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先從技術面看 你看技術面 底部 這邊 有沒有 底部在這邊 底部在這邊 有沒有出現背離 有嘛你看 最近最近這一波 KT指標的低點 是不是在這 股價在這 那前一波KT指標的低點在 在哪裡剛畫這邊嘛 有沒有 低點一波比一波越來越高 你看低點一波比一波越來越高 這不就是一個多頭走勢 技術面就是偏多 這就是符合背離訊號 你看符合背離訊號之後呢 我們還看什麼 基本面嘛 你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 基本面我們也幫大家看了 車燈奇蹟嘛 有沒有 營收持續的成長 對吧 獲利是穩健的上升 所以像這種股票到今天為止 他就在這邊高檔震盪而已 完全不受影響 這就是強勢股 這就是符合基本面 技術面跟題材面的 一個好股票 那大家還沒 還沒有公開啦 那你也會覺得 老是 又看技術面 又看基本 又看題材面 會不會太難了 如果你想簡單一點 你可以直接用技術指標 你去找什麼 找背離就好了 很簡單啊 你看我們都幫大家畫好了 寫好了 就是找背離 那背離啊 要件是什麼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個口訣 KD月低 股價沒有跌破前低 就是KDD沒有跌破前低 就是進場訊號 驗證給大家看喔 來 一個一個驗證喔 技嘉 KD指標在哪裡 在這裡嘛 KD指標有沒有 KDD KD指標的低點 股價在這邊 有沒有比前一波的低點更低 沒有 越電越高 背離 有沒有背離你看這邊背離訊號 這就是一個好買點 買完之後就持續的向上 再來 偽創的部分 KDD 你看KD在這邊低點 股價 低點在這 KDD沒更低 有沒有比之前的低點更低 沒有 KD這一波指標的 股價的低點 沒有比前一波低點更低 所以這就是一個進場訊號 你看偽創進場 這邊又賺錢 對吧 再來會有 KDD嘛 對不對 KD指標在這邊達到了低點 股價也沒有更低 有沒有比前波低點低 沒有 這又是一個 向上的趨勢 沒有錯吧 你看這邊附近都是一個很好的進場點 今天 今天是不是大漲 今天大漲8%嘛 有沒有 再看一下銀帽的部分 銀帽 一樣喔 簡單的方法就好了 不用那麼難 其實你看都可以找到標股 來銀帽的部分 KDD對不對 KD指標到這邊 低點 股價在這邊 KDD股價沒更低 KD KD的指標低點在這 股價 有沒有比前波低點 更低 沒有啊 那這不就是一個 上升趨勢線 那你不是在這邊就是一個很好的進場訊號 今天就一根漲停板 所以你看 完全印證啊 你操作 你不能只看 黃金交叉 你不能只看技術指標只看黃金交叉 你要找實際上是 貝梨啊 其實以前我在 券商啊 待了很多年 我們那種 VIP室啊 都有那種贏家大戶 其實他都有跟我們分享 那時候 就跟我說 你KD啊 真的不能只看黃金交叉 要看貝梨 所以從此以後我都看貝梨 我發現勝率 真的比單純看 KD指標 來的更高 所以呢我一直以來啊 就是不斷的幫大家找貝梨 你看包含連上一波 上一波我幫大家找的遊戲類股 我說暑假之前 暑假之前你一定要提前佈局什麼 遊戲類股 所以遊戲類股那時候 找KDD的 就是貝梨訊號的 就是大宇之啊 你看大宇之的部分我們那時候跟大家分享 還有機會可以讓你進場 我們早上跟大家分享 早上分享你還有機會進場 進場之後就持續的向上漲不停 有沒有 有沒有背離 KDD喔 KDD喔 KD指標到了低點 股價 有沒有比之前的低點更低 沒有 又是一個進場訊號啊 你看這一波 不就可以大賺30% 對不對這一波這樣子是不是大賺30% 你只要買在這裡 突破的第一根 那八是什麼 我說 遊戲類股 漲起來了 那 不要再去追了 有沒有很多時候你去追高狀況都不是很好 那你去思考一下用放大訊 我說 投資股票有的時候很像偵探 什麼偵探 就是 你要去了解一下盤面上的變化 遊戲類股大漲了 91APP大漲了 做電商的漲 遊戲的漲 那還有沒有 同樣是受惠的 有啊 那不就是 線上支付嗎 你買遊戲 你玩遊戲 要不要 就是線上支付 你要付點數嘛 付月費嘛 對不對 那你91APP是電商的 你要網路購物 你需不需要線上支付啊 還是你都實體去支付的 都是 線上支付比較多吧 而且從疫情過後 大家越來越習慣不用現金 所以線上支付的相關題材啊 就很值得大家留意 所以我就幫大家找了線上支付的題材 這不就是題材面嗎 題材面找完之後 然後呢 我們又去看什麼 股價嘛 來 我們看一下 題材面找到之後 我再去看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有沒有出現背禮的訊號 來 KD KD有沒有低 股價有沒有比前波更低點更低 KD低了 股價沒有比前波低點來的更低 這不就是一個 貝離訊號嗎 你看我5月3號跟獎可以進場 5月4號 我也跟大家分享 還可以進場 到5月5號 我決定要公開他的時候 因為他漲停了 不要進場 因為我不喜歡去追高 追高的話通常來講 獲利有限 風險 無限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選擇了漲停之後 公開他 他是哪一檔 綠界 綠界科技是不是做線上支付的 5月8號昨天 續創新高 短線上波段上漲了超過20%了 今天大盤有1300家 在跌 綠界 繼續再創新高 你有沒有看基本面 營收 有沒有 3月份的營收 創 歷史的新高 獲利能力的部分 營收持續向上 毛利持續向上 營業利益率 稅後 盡利率全面向上 這不就是基本面好的股票嗎 如果你 不太會看這個 沒關係 這個總會看了吧 美股盈餘 美股盈餘有沒有持續的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像走樓梯一樣 有沒有走樓梯 有沒有真的較勁 5月10號 510塊 510塊進場 現在的 綠界 608 今天呢 今天有沒有創更高 今天是創新高的 從這邊 漲到這邊 從這邊 510塊 漲到多少了 今天是608 一度是到622塊 沒有錯吧 這就是符合什麼 基本面技術面 搭配 題材 你要面面俱到 你投資股票你一定要面面俱到 你要用對方法 你不要只看一面 你只看技術面 只看股價 其實大部分來講很容易被 洗出場 像這一波台股大跌600點 多少人被洗出場 為什麼會被洗出場 看不清楚 公司到底做什麼 不懂他的產業 不懂他的未來性 你當然很容易 會被洗出場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如果說 你要投資真正的標果 你一定要看什麼 你一定要基本面 技術面 還有 題材面 其實題材面就是產業面 因為題材面你要看的就是他產業的未來 未來有題材 未來有題材 他產業才會正向的發展 對吧 比如說像 航運類股 我就不是很想講 每次都覺得我好像在唱衰航運類股 不講了 但是 我們只去想想 海運未來有沒有機會他的運價持續向上漲 你去想一下有沒有這種題材 好像沒有 現在目前來講盤面上看到只有什麼 歐盟那邊法規改變了 對不對要淘汰很多 就是 碳排放量比較大的 舊船 只有這個而已啊 沒有其他的 有沒有其他塞港的 有沒有缺櫃的 沒有 那很難回復到過去那樣子 所以這就是題材面你要注意的 那當然 如果你對於基本面跟題材面 這邊比較不足 你可以直接來找我們 那如果你自己想要拼技術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繼續去找貝黎 我覺得貝黎是比較好的進場機會 動畫呢 他是什麼 鈍化他比較像是加碼點 所以呢我認為 鈍化的技巧要更高 你要用鈍化的技巧要更高 所以我只建議一般投資朋友先用什麼 貝黎就好了 先用貝黎找起漲點 找還沒有 突破的點位先進場 就是所謂的貝黎 好你看呢 我們今天繼續幫大家找 旁邊上還有哪些貝黎的股票 比如說像 微田啦 工業電腦 KD指標有沒有到了相對的低點 那股價的部分呢 有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沒有耶 是越電越高耶 那這不就是一個多頭走勢嗎 你看一下 趨勢線不是這樣 這不是趨勢線嗎 你看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在 在哪裡 在這附近 這附近不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今天 赤幣漲停 對吧 對吧 微田嘛 貝黎 又再次印證了嘛 還有什麼呢我們在看 金魚的部分 金魚的部分也是一樣 金魚你看一下 KDD 我再畫一次給大家看 KDD KD指標是不是在這邊 KD指標在這邊是不是落底到20了 KD到這邊是20 這幾天都有很多的低點 你會發現 這邊的低點有沒有 跌更深 KD指標股價有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沒有 是越電越高 你看在這邊 有沒有越電越高 這不就是多頭走勢嗎 多頭走勢的話 你說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不就是在這邊嗎 這邊嗎 這邊嗎 你看這邊55塊 55塊進場 55塊進場 今天 持續的向上 再創新高 今天最高已經多少了 今天已經61塊了 今天有沒有受到大盤影響 完全沒有 這不就是我講的嗎 你要找什麼 背離 你要找背離 那當然呢 除了技術面之外 題材面 也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題材 你不要去找那種 已經要發揮完畢了 別說呢 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講 美國有25家軍火商來台灣 這25家的軍火商來台灣就是利多 如果在利多沒有辦法帶動股價持續向上的話 有可能這就是利多出境喔 所以我們一直講一直講 你會覺得 老師你是不是在唱衰啊 其實軍工我長期是 蠻看好的 但是 有利多不漲 短線上可能會出現修正 所以在這樣的修正的話呢 當然是逢高先 賣出獲利了結不是比較好 難道你還要去 追高嗎 所以你包含現在盤面上今天你看到的有很多 軍工類股 我看一個代表 雷虎 今天都 一度要跌停板 所以旁邊上包含的漢翔啊 祝龍成田保一 是全面的下跌 所以我們前一陣子就跟大家講啊 美國軍火商來台灣 你要小心啊 利多出境 那你現在先出場 資金回來你可以等到回跌的時候 修正了以後 再進場買進嘛 投資股票要靈活一點 好所以呢 軍工相關類股族群啊 現在呢會出現了震盪 那震盪之後你要找未來有題材的 那大家是什麼 還是在AI啊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你看像輝達的話持續再創新高 微軟根本這一波的媒蝶 你看一下他是媒蝶也持續往上挑戰新高 所以AI相關的類股啊 是值得大家持續留意的 包含我們剛跟大家講的 技嘉 包含我們剛講的 南電 對不對 星星這些呢都受惠於 人工智慧的發展 然後持續帶動他未來的題材未來想像空間 帶動買盤進駐 股價持續向上 而且呢 股價也是出現 背離的訊號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相關類股還有哪些值得大家注意呢 大家想看 現在未來要發展AI的話 運算速度很快 會不會產生很多的熱能 那產生熱能以後 那散熱需不需要 你看 齊鴻持續向上不斷的再創新高 今天呢 今天台股啊 1300家在跌 齊鴻持續穩定在高點而且盤中下一度在創高 那尼克森呢也是一樣今天是不是在創高 那有沒有 背離 KDD股價沒跌破前低 KD指標在這邊低點 KD指標在這邊低一點 股價有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沒有耶 那這不就是一個趨勢向上這又是一個背離訊號這裡不就是一個很好的進場點嗎 中央的部分一樣啊我們來看一下 KD指標我們看背離 我們看背離就好了 KD指標 KDD KDD在這邊 股價有沒有比前波低點更低 沒有耶 股價又是越墊越高 你看一下這不就是一個背離訊號 所以這幾天呢都是不錯的進場買點今天是不是再創新高突破了 250塊的整數關卡 250塊突破之後 短線上是蠻有機會向上突破的 但整體來看 你還是要搭配什麼 搭配 基本面 還有題材面 你才能找到真正真正的強勢的股票 所以我們的 標股奇蹟啊 就是根據什麼 基本面 技術面 搭配題材 股價他才能充分的發揮 不同的行情 不同的時機點 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我想 現階段最好的操作方法 你一定要搭配 基本面 技術面 題材面 因為 行情這麼的震盪 所以如果你對於基本面 技術面不是很熟悉 或者是有任何的投資的問題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這個LINE 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投資握力 放遠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 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 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 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摩爾證券投顧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